清晨一輛白色轎車停在路邊 四名男子下車手上拿著球棍 衝上路邊的黑色休旅車 二話不說就是對著車窗玻璃一陣暴打 四名男子圍繞轎車 每一片玻璃都不放過 接著再趕緊上車開車逃離現場 我去睡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會怎麼在地啊 知道啦 我妹妹跟我叫的 被夾的休旅車玻璃全都是蜘蛛網撞的裂痕 有的甚至整片爆銷 地板上留著大量的碎玻璃 黃心屋主跟鄰居的機車也側翻倒地 現場還遺留著一隻黑色手機 疑似是嫌犯慌亂中吊在現場 這起事件發生在29號凌晨4點多 高雄市大連路上 一間茶行外的黑色休旅車 被不明人士胡亂砸爛 嘈雜的聲響非常大 嚇得附近鄰居被驚醒 但是不敢出門查看 我不敢 你剛剛 我不敢出來 我用整排都是那個車子 屋主表示自己沒有跟人結怨 不清楚是誰動手砸車 雖然愛車被砸爛 但幸好當時是深夜 沒有任何人受傷 可能是因為在別的地方的 飲酒的糾紛 所引起的一些誤會 然後來到這邊來做一個 鬼損的動作 林亞的那件案是 目前是有相關聯的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在查證中 也不排除有這方面的可能性 當天凌晨1點多 林亞區上一間酒店 也被人持棍那煙火砸壞玻璃大門 警方不排除可能是雙方結怨 才互相砸電報復 而究竟有沒有關聯性 都還在調查當中 記者林真彥 吳郭真李晨彥 高雄報導